黃芳燕人被找到了 這對於他回不回來的壓力是不是有變大了 胡大哥 其實在農曆過年前啊 邱宇跟我們早就揭發 黃芳燕在洛杉磯 耳腕是落腳的事 但是很顯然我們兩個加起來 影響力還不如孫中山所辦的 少年中國城報 還一百年前辦的報 算了 王子儀啦 司法未來是怎麼樣 政治責任誰要負責 我覺得總統部長 總長 請針對黃芳燕 目前能來逍遙好外 記者找得到 我們的國安局 調查局 各種 政治作為 為什麼找不到 不能作為呢 難道讓他縱虎歸山嗎 他已經在山裡了 我是覺得 書面上的作為是有用的啦 但是喔 真的實際上作為是沒什麼用的 派人把他抓回來